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氧氣 那我們先介紹氧的性質一樣 無色無味無嗅 常溫常下下為氣體 月容與水比空氣重 我們講過了空氣的平均分子量 大概28吧 所以你只要分子量比28大 就是表示你比空氣重 然後呢 它重點是它可以助燃 所以可以使餘盡復燃 這是我們後面要教檢驗氧氣的方法 然後呢 我們的氧可以供我們的呼吸作用 生物老師教過嘛 光合作用要吸收二氧化碳 呼吸作用要吸收氧 生物老師教過了 然後呢會生鏽 等一下要講的事情生鏽 生鏽跟燃燒都是氧化 劇烈的氧化作用 產生光跟熱叫做燃燒 燃燒 這是所謂的狹義的定義 廣義的是劇烈的化學變化 產生光跟熱 我這裡寫物質跟氧作用 叫做氧化 是我們在國二的時候這樣教的 國三的時候 我們會用另外一種方法教你什麼叫氧化 現在的劇烈跟氧作用叫做氧化 生鏽就是氧化作用 那麼鐵要生鏽 當然要有鐵 當然要有氧 同時還需要水 這個水是幫忙的 幫忙它氧化的 所以呢 我們最左邊的這一個 是不會生鏽的 因為真空 所以根本就沒有氧 接下來是乾燥的空氣 就是很少水 所以也不太容易會生鏽 因為水很少 沒有人幫助它氧化 那麼這邊有一個煮過的水 為什麼也不容易生鏽 因為煮過的水 氣體會跑掉 那裡面的氧氣比較少 所以也不容易會生鏽 然後呢接下來有個潮濕的空氣 潮濕的空氣就是它既有氧 那麼也有水 所以就會生鏽 會生鏽 然後這個呢 放到水裡面水更多 就更容易生鏽 那麼接下來再放到 所謂的酸跟食鹽水 都是因為有人在催化的關係 所以就特別容易生鏽 所以就給各位看了 這個生鏽的狀況 那麼要有鐵 要有氧 還要有水的幫忙 也可以靠其他的食鹽水 或酸溶液的幫忙 讓它容易會生鏽 這就是我們的生鏽的情形 那我們當然不想要東西生鏽 因為鐵生鏽就會鬆鬆脆脆 就失去它的本身的強度 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我就不要它生鏽 最簡單不讓它生鏽的方法 就是讓它不會看到氧 看不到氧 就沒有氧化 它就不生鏽了 那怎麼樣能夠不看到氧 刷油漆 電度 不算的東西 國三下的學校叫電度 剛才講過的水掃也可以對不對 想好不要水 一樣不要水 那就是刷油漆 電度啊 這種方法就可以讓我看不到 看不到氧 看不到水 我就不太會生鏽了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化學嘛 就有所謂的活性嘛 有所謂的化學性質嘛 我有想辦法做一些調整跟改變 於是我就做了一個叫做浮鏽鋼 這是一個合金 這個東西的混合物 我們國中教的浮鏽鋼 是最簡單的浮鏽鋼 現在我們在外買東西的時候 就聽到人家講什麼304啊 什麼之類的浮鏽鋼 那什麼什麼食品級啊 EAL級啊 那你也搞不懂那什麼304什麼意思 你也不要管它 反正就是浮鏽鋼有很多種 很多種 那我們國中客人有教你的這種是最簡單的浮鏽鋼 叫做十八八浮鏽鋼 其中含有百分之十八的鋸 百分之八的鋸 那混在一起之後 它在性質上就是比較不會生鏽 改變性質 我們就透過這些方法來防止我們的生鏽 就是我們跟各位談到了氧氣的性質 以及生鏽及防鏽的狀況 OK